天曬天 同款雙紫色设计 下面有商场 然后有自己的平台 然后有住宅 上面有空中会所 下层小位上层大位的彩虹站 真的不同楼款不同的 但其实这个位置可以的 它走到地铁站大概是7分钟左右 走到彩虹站 彩虹站属于九龙湾 或者是契德附近 基本上买那边都是那边的街坊 或者如果你买首租 都是租给九龙湾的商圈 或者是契德那边的商圈 这里都属于一个短期楼 未来都会很快的收留 趁现在发展商未加价 其实应该量一量 它有一些小户型 开房式 一房 两房 三房 甚至特色单位四房都有 不过现时卖都是一些普通分层 车价就有16000多起步 我觉得挺划算的 我们看一间550呎的两房紧泉 比较实用但可惜 不过我们照看 它放了一些傢俱 整体来说我觉得挺好的 这里就是饭厅 因为近厨房 这里就是夏天 空间都是2.6米左右 楼底是3.15米 出来都是挺方正的露台位 简简单单 如果维修就拆掉它 如果喜欢紧厨的 就保留牆墙 喜欢开门墙 就放下去 闊一点 厨房是长型的 一组曲斜型的厨柜 桌面 够多 还有MIRROR的楼柜 我喜欢窗 够大 够彩光 而且身份也很大 伸宿水龙口 储物量也不差 然后转进去 这里有一间工人房 上面有冷气 做一个下柜上床 就满足到工人的日常所需 房间比较标准尺 你看到放了一张三尺床 一个衣柜就够了 然后浴室 站立实用 为主 主要房 我觉得大间 首先它预留了一个位置做衣柜 然后梭妆台 一张大床 放完之后看出去 很棒 如果这里看回 就向西南位 如果高层就会好一点 低层就有马路声 这件事买大约6尺 你猜一下这些单位 值不值得投资 欢迎留言